如果有人因為一般授權這個例行動作而爭先買股票的話 不好意思,我想告訴你,那你就中了一輩了 大家好,有新影片的時間了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還有第十班,開了班了,盡快報名 加緊學好財技,在未來一年贏大錢 今天我和大家講一些基本的財技知識 對財技有少認識的人都知道 上市公司通告對於我們財技派的人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往往可以在上市通告裡面賺到賺錢的機會 但是不是每一份通告都這麼有用 而很多新入門的財技派的初學者就不知道這件事 經常因為一些似乎很重要,但其實是雞無算明的通告 大驚小怪,所以我就決定拍這條影片 讓大家可以冷靜一下,不要那麼緊張 我印象之中,有一種通告是財技派的初學者 經常搞錯的 就是一般授權 什麼叫一般授權? 一般授權全稱是發行及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 很多人經常都當作是很重要的財技操作 經常見到就去問,是不是這隻股票開車 是不是要搶入,這些有沒有問題 可能因為一般授權這句話,和發新股票有關 令到很多初學者以為這間公司要引股票 在這下跟大家說,其實這項通告極為尚見 跟炒股票基本上是毫無關係的 一般授權的意思是,上市公司每年都會在 股東周年大會上要求股東批准這一項授權 如果股東授權的話,無論公司在來一年進行任何配股 或者回購股份,只要股本所增加 或者減少百分比不超過股東批准的範圍的話 就無需事前再獲股東批准就可以立刻去做了 由於天有北測之風雲 可能又有公司連偶集資的需要 要立刻印股要集資 這一個一般授權就可以發揮作弄了 但拿了一般授權,是不一定要做事的 只是拿了一般授權就不用付錢 所以大部分上市公司每年都會拿好授權 叫做看門口而已 不一定是要立刻印股票的 就算是要印的話 都可以等幾個月才去印 如果有人因為一般授權的這個例行動作 而是爭先買股票的話 不好意思,我想告訴你 那你就中了一伏了 所以雖然上市公司的通告 對於我們的財業派來說是非常重要 但大家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 下一些重複,又不是太重要的通告上告 否則大家只會白費自己的精力和時間 如果因為這樣而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和投資的表現的話 那就真的要找自己的 想知道哪些上市公司的通告是需要特別留意的話 很簡單的 首先,報我們的股票財旗班 我們會詳細地大家去怎樣去分辨 哪些要花時間看 哪些不需要花時間看 好嗎? 那麼記得繼續支持我們的影片 我們的中資就是一邊學東西一邊贏錢 其實老實實 那些不是學費 那些是基本上的 基本上是一個入場費 好嗎? 多謝大家支持,下一個影片再見大家 拜拜 ,請你再次得到 後面 ,下一個影片 ,請你再次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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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再次拍拖